接下來一個簡單的例題 夾一輛車沿著一個方向前進 它一個VT圖長這樣 請問你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夾的出數是0 夾的出數是10 所以夾的出數比較大 所以我們答案出數對比 可是它的選項是ABC 我要在後面討論問你 他說他有沒有做等加速度運動你怎麼看 他問你說加速度誰大你怎麼看 他問你說誰的位移多大誰大你怎麼看 我問你 我就告訴我 你從什麼地方可以判斷可以看就可以了 第一個 夾跟椅有沒有做等加速度運動 你看什麼就知道了 你看什麼就知道了 沒有 二六 畫了一個假圖 畫了一個圖VT圖 我從什麼樣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做等加速度運動 我不會問你是你從什麼看出來他是 一條線啊 一條線請坐下 一平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所以你只有一條斜直線代表加速度 所以你只有一條斜直線就代表他你有加速度 而且加速度不變就是等加速度運動 好 誰加速度大你告訴我怎麼看 這不用算你可以用算的 上面都有數字所以你可以真的去算 但是你不用算你用眼睛看就看出來誰加速大 請問你怎麼看 請問你怎麼看 你不用算的你用看的就知道誰加速大 請問你怎麼看 看什麼 看哪個比較斜 請坐下 看誰比較斜 再說一次 就是Keyword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就代表加速度 越大 Keyword 最後一個 位移 位移誰大 上面有數字 上面有數字 你可以代公式 代公式 或者用我教的方式算出來 但是事實上 你要指問大小 可以用這張圖上面 指問大小 不用算 也是用看就看出來了 你看什麼地方看出來誰的位移大 你看什麼地方看出來誰的位移大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要看哪裡 看什麼 知道誰的位移比較大 有沒有帥哥男 32 32 看誰的 我問不知道誰的位移大 看哪一個 看面積 請坐下 Keyword VT圖的 Keyword VT圖的 面積代表位移 這種話法 你聽得到誰大啊 你的面積大 假的位移小啊 不用算 如果要問你說位移有多少 那你就真的去算面積算出來 那有誰說多少 你這只是比大小 用眼睛看一眼就可以了 這三題都很簡單 但都是我們未來解決問題的 基本的 你要會的觀念跟想法 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割線是平均 接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 加速度越大 VT圖的面積代表位移 起碼今天這觀念給我 好好的給我記清楚 OK OK